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先講講的就是副總統彭斯的動向 彭斯的取態一直都是為人所關注 因為去到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彭斯的取態可以說是直接影響得到 特朗普總統究竟能不能成功連任的關鍵因素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有不少人對於彭斯的誠信都產生了質疑 但是當他昨天出席喬治亞州造勢大會發表演說的時候 就作出了明確的表態 他說要跟特朗普同行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喬治亞州的造勢大會上 彭斯就有份出席 而且是發表了演說 他在這次演說裡 就讚頌了特朗普總統 在過去四年以來的各種封攻遺跡 而且他還說 相信特朗普總統是能夠成功連任的 他又藉著這次演說的機會 來分享信主以後得救的見證 最後他就提到 說他站在這次的造勢大會上 因為他是跟特朗普總統同行 Stand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這個表態 就已經是相當清晰了 當然表態歸表態 去到最後 究竟彭斯是否靠得住 還是純粹是一隻生蟲拐杖 明天就自有分曉 站在我的個人主觀良好願望來計算 當然希望彭斯會作出一個決定 使他站在歷史正義的一方 站在人民群眾的一方 至於現在有多家媒體報導 說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整個議事情序已經得到了議定 實際上這個所謂的議定 純粹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他們共同來閉門造居協商 這個所謂的會議程序 根本上對於彭斯副總統來說 是沒有必然的法律效力 彭斯副總統出席這次的聯席會議 他就只需要按照憲法的規定來做 就已經是為之合憲的程序 故此那份所謂的會議程序 對於彭斯來說 是不具任何的法律約束力 若然在聯席會議上 彭斯是察覺到 有一些重大的問題發生了 而在現場也有 國會議員提出異議的時候 他絕對是可以運用他作為 參議院議長的權力 來優先處理這些問題 而不需要死根那份所謂的會議程序 至於特朗普法律團隊的其中一名律師 Janet Atlas 他建議 彭斯絕對是可以運用他作為參議院議長的權力 延遲認證部分州的選舉人票 為甚麼呢 因為有七個州出現了兩份選舉人票 一份是州長認證的那份民主黨人的選舉人票 另一份是共和黨人自行走入票站 所投選的選舉人票 這位Janet Atlas律師說 彭斯絕對是可以運用憲法所賦予他的權力 要求這七個州的議會來定奪 究竟哪一份選舉人團的投票 才是為之準確 當然Janet Atlas所作出的建議 是否合憲 絕對是合憲 但是究竟彭斯他願不願意來承擔這個責任 那就真是不知道 天曉得 實情來說 1月6日將會發生甚麼事 如果彭斯純粹進去就是行禮如宜 按照會議程序來開會 那就輸了10成 我們昨晚已經分析過 但是 如果他出現了一些比較出格的行動 事前我們是不知道 他也沒有打草驚蛇 告訴別人 使得這些民主黨人有所防備 可能 也會有一線生機 按照和平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 如果說的是非和平手段 就更加知道 是沒有預測 一來特朗普會不會啟用軍事手段這個選項 又沒有人知道 二來 到底現在出席 華盛頓市集會的那群民眾 組織結構是怎樣呢 又沒有人知道 可能民兵團 也有份來帶隊動員 參加也未定 那到底他們去到現場的時候會做甚麼行為呢 也沒有人敢保證 所以在1月6日 真的甚麼事都有機會發生 接下來我們就轉看喬治亞州的 參議員補選的情況 在今天 特朗普總統出席了這個造勢大會 當然他在現場是極受民眾的歡迎 而且掌聲雷動 但是根據保守派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 目前兩席的議席 其實共和黨的候選人都是輕微落後的 究竟到了最後能否扭轉得到這個門局 就很視乎 到底特朗普能夠動員得到多少支持者 因為有兩件事對於當地的選情 是很受到打擊的 第一件事就是 參議院的麥康奈爾做駕倆 搞到2000美元的支票 沒辦法如期發出 所以已經導致不少民眾不高興 因為連民主黨都附和特朗普總統說要派2000美元支票 麥康奈爾竟然走出來做駕倆 又說這些派錢的行為等同於 是為那些富裕的人士 搞社會主義 他說這些廢話 實際一般的民眾 理得你什麼社會主義 什麼主義 拜託你先兜兜付錢 是不是 你說了這些政治術語 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兩千美元的支票 大佬折合 15000港元 你應該要趕快通過 沒有理由 阻礙 所以我在前幾天都說了 麥康奈爾根本上等同於向民主黨賣大包 和民主黨夾計做了一些場戲 民主黨撐派錢 現在給人的印象就變成共和黨不撐派錢 你說是不是在選情上變成了對民主黨有利 好了 至於第二個因素是什麼 就是這個喬治亞州的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竟然這樣來出賣自己的總統 背叛自己的總統 陷害自己的總統 特地去非法錄音 原來非法的 奸使他被人高 錄音都不特意 還要給左媒斷章取義 左剪右剪 搞到整件事出來了 顛倒黑白說非成事 無非就是要拿一些材料出來抹黑特朗普 實情當地有些民眾就會感到相當反感 現在我選你這班傢伙出來 到最後 原來你就是跟總統背道而馳 那選來做什麼呢 所以有其中一位 在參議院的候選人 他就馬上向特朗普靠攏 他就告訴民眾 我呢 一進到這個 參議院裏頭 就會對於 選舉人團的投票 作出挑戰 那個就是 Kellie Loeffler 他的民意調查 暫時落後 民主黨人是3%的 希望特朗普的支持者 會幫他一把 他講這些說話 大家都知道 在裡面是挑戰不了的 你純粹靠挑戰 就肯定失敗的 但是他就作出了一個表態 目的就是要鞏固票員 就是想動員特朗普的支持者 出來投他一票 至於另一名的候選人 暫時又不見他有這些表態 那個我猜都香得 好了 接著 就再講一下 喬治亞州的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現在就被特朗普的團隊控告 根據共和黨喬治亞州分部主席大衛所說 特朗普總統已經分別在聯邦法院和州法院 對喬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提出訴訟 按照喬治亞州的法律規定 任何人在私人署所發起的通話 如果是沒有徵求對方的同意 而作出私底下的偷錄行為 就是屬於違法 當然拉芬斯伯格 遲早就是難逃發望 他在明知道要承擔相關法律後果的情況下 仍然是要干犯這些行為 可見背後的利益是多龐大 才行 如果不是 因什麼解救是可以驅使得到 他會這樣向華盛頓郵報提供這段錄音 究竟是什麼驅使他這樣做 難道是正義感 背後一定是牽涉到 莫大的利益 在現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差不多1月6日 突然之間 整件事出來 無非是想打擊特朗普的誠信 實際上這些人不僅要受到法律懲處 甚至在黨內 也應該啟動紀律寧訊 查一查這傢伙 他有沒有可疑之處 沒理由整個政黨 不斷藏烏納舊 都不採取任何行動 這樣下去 整個黨想不復發得多難 最後就說一下 究竟1月6日 在和平的情況下會發生什麼事 民主黨人就預計 有六個州的選舉人團投票 是會遭受到挑戰 但是目前得到確認的 其實只有賓州 因為賓州 George Hawley 霍利 已經認了頭 他會跟另一位眾議員 聯署提出挑戰 至於Ted Cruz 他聲稱帶領了另外10名參議員一起加入戰團 那究竟這10個人 他們會分別在哪些州提出挑戰呢 照計 他們每一個人 就可以認投一個州來提出挑戰 你 起碼來到眾議員 已經有100多個 所以 理論上就可以向10多個州提出挑戰 但是我根據有些保守派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Ted Cruz 克魯茲暫時都未曾認投 或者未公佈得到 究竟他會挑戰什麼州 有些媒體就質疑 究竟你是純粹在 玩數人頭 還是真的會有所行動呢 雖然來說 其實 無論哪一種的選項都好 去到最後 如果你純粹靠在國會挑戰選舉人團的結果 都是失敗告終 之不過我也希望克魯茲 你不只是帶了十多人去挑戰就算了 應該就是 在某些州如果你認為有可疑的時候 你也應該主動地提出挑戰才是 不然就被人感覺 好像變成政治show一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